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讲一个complain的 那个video是 你应该不应该继续买你的medical card ok 起价嘛 要不要继续买 所以我给了三个论点嘛 你有能力你就继续买咯 对不对 对 第二你的健康许可的话 你可以换 你就买一个更好的咯 对 第三 如果你还是不能买的话 这样就没有办法咯 你给不起那个钱 你就要去看政府医院还是怎样咯 我要解释这个东西 这个是很多人的盲点 什么叫盲点 知道吗 看不到 对 很多人认为啊 私人医院哦 要做包吃的 不能吃他不做 你要明白一样事情哦 政府医院啊 我们讲 全马来西亚最大的医院 最多病床 什么医生都有 你要知道那个人哦 他进到医院如果是很严重那种啊 能够解决的问题哦 都是HV解决了的 如果HV解决不到的问题 没有人能够解决你的问题 你要知道私人医院哦 他只有八十一百个病床 两百个病床 他有到一个专科医生 三十个四十个 他不是每一个专科都有的 你知道吗 所以他未必能够哦 医你这个问题 所以当他未必能够医你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要怎样做 最好的还是要给回政府医院嘛 对 你够严重啊 他只会叫你去政府医院的 他没有这个医生去处理 所以呢 他就要 必不得已放你去政府医院 但是思想我想好像 cancel啊这种 他能够移的 他一定去玩的 他不会给你走的 对 最重要是什么 你有医药保险嘛 你没有医药保险的好 你有钱的话 私人医院是去玩的 大家要明白样式里 我们就事论事啊 私人医院开起来啊 是给什么 是给你一个更好的 更舒适的环境下 医病嘛 对不对 私人医院哦 他给你一个one class above的service嘛 他要钱来run嘛 要啊 私人医生要钱啊 约要钱啊 难道私人医院就做免费了吗 不可能的嘛 对不对 谁一个原因 为什么 但是 好的 你 我 没 Bear 在睡视红